今年到香港已经超过十年了 以前在台湾是做新闻记者 因缘记忆会 国泰航空去台湾招募 所以我就跟着国泰航空一起过来到香港落地神根 COVID之后呢 其实空服员的时间大部分是空下来的 那我们两个就想说 我们的时间各自的工作都有空闲的时间 不如我们就自己创了一个业 以前我小的时候啊 因为我家在南部 所以大家都很爱喝饮料 所以我们把爱玉子做成果冻类的 再加上台湾来的水果果汁 调和成为台湾的风味饮品 我负责设计整个图像设计的部分 还有口味的研发跟口味的创新 因为Mandy她是空服人员 对卫生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 我们的SOP光是清洁就占了生产的很大部分 到差不多手工作一年的时候 就觉得这里一定要改变了 怎么改变我们就上网找了很多很多的机器 中间也遇到很多很多困难 很多人都跟我说 那个不行啦 做不了啦 只能存一体啦 跟厂家研发了 来回沟通了很多 那终于可以找到一个适合爱玉罐装 还有果汁颗粒罐装的机器 然后自己去一间一间店铺问说 请问你们喜欢这个产品吗 那现在有一次吧 现在哦 其实在飞机上也要搬搬台台的很重 其实现在跟飞机上是差不多的 我小时候读新闻系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外面的世界有多困难 我非常幸运在我的品牌 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接触到共处这个厨房 节省了我非常多的事情 看到别人吃自己手工作的东西 它其实是另外一个成就满足自己 因为我觉得在COVID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经历很多 让我觉得爱玉还有麻辣锅 成就了我个人肖肖成就 我是Henry 我是Mandy 我是台客博士的创办人之一